如果说5月中旬还不能出去的话 那我们公司就真的处于一个非常亏损的状态 就是说句不好听的就要裁员了 投贪公司怎么计算 这个目标投贪 我们也不知道到底是后面就是还会封多久 哎我的天你这个问题 我都太太直接了 每一天早上四五点开始我就盯着这个物流看 他自己上次19年投了几百万 中旬完如果然后20年疫情嘛 然后就先停业 然后到现在22年还是亏钱 报复信箱被请找我们 咖飘真上海自封城到现在也有一个月的时间了 各行各业都遭受了致命性的打击 人们的衣食住行方方面面都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我也联系到了我自己身边 从事各行各业的一些创业者们 他们其中有开酒吧的 有开花店的 咖啡馆老板 餐厅老板 有开酒店的 做电商的 也有做线下实体贸易的 分别从以下这几个问题和他们一起来聊一聊 在风控的这段时间里边 他们自己的一个真实的情况 希望通过这期视频能够给大家呈现出来 我身边的一些朋友在上海创业的一个真实的一个情况 那这期视频从联系人员到上线整整筹备了半个多月 那希望大家不要吝啬你们的一键三连来支持一下我们的创作 其实我们大概是3月10号左右 然后被通知说要停止营业 因为有一些员工的居住的小区已经被提前隔离了 我们在外坛就在四川中路 道夫酒店隔离 增定面积54坪左右 我们的状态主营业就是比如说鲜花零售这些都没有问题 就是稳定的甲发跟我们合作 所以我们经营状态还可以 我们主要是做食品类的吧 自热米饭 自热火锅 素食 泡面这些东西 然后我们的商品确实是比较适合疫情期间的那些家庭去做一些储备的 整体的生意体量是在增长的 我们在上海大概有60多间客房吧 我们这个酒店的话主要是公寓型的 就是它并没有前台 然后在封控前的话入住率大概是在百分之七八十这样子 4月1号之前很多小区都已经封闭了 然后会有很多客人 他们不想在这小区里面 因为小区管得比较严嘛 他们就住到我们公寓楼里面 然后现在一直被封到现在 因为一直都没有解封 大概是3月20多号吧 已经有好几个门店的同事收到影响了 因为就是提前中空了嘛 排班都是今天排明天的 每一天晚上才去安排明天的班次 有限的元首去保每一家门店正常 我们这边是一家咖啡是被贸易公司嘛 在封控之前生意还是不错 因为刚过完年 有很多想开咖啡店的人嘛 另外我们在筹备一个咖啡展会 我们周围品牌方也会有一些新品的发布啊 去找一些新的客户啊 当然一起来之后就全部都停掉了 从他们的情况中呢 我们可以大致的看出虽然说在封控之前 还是在一个大的疫情背景的情况 那但是至少呢 在我采访的这些创业者中 他们的生意都还不错 那我想十有八九 他们还是赚钱的 那至少不亏钱 我们催算了一下 如果说房东给到我们帮助了 还可以称大概三个月左右 三到四个月的 然后如果说房东不给我们 这个支持 但这个概率是比较小的 因为我们是国有的 这样的话那气场快乐 可能就是再来一个月 基本上还是说 比如说服务或参业上的时候 就是你三个月的利润 你只能贴一个月 我们目前的情况的话 我觉得过去坚持到 今年年底还是可以的 绵绵长长还是可以的 顶峰是两个月 只能两个月 这一个月已经一个月半了 如果说五月中旬 还不能出去的话 那我们公司就真的处于一个 非常亏损的状态 可能导致不好的话 可能我们就是要从 就是说句不好听的 就要裁员了 目前来说的话 对我们影响是比较小的 因为他现在住着我们 他们没办法走 我们还能去跟他们收一下防费 可以去弥补一下我们的损失 但是等到解封之后 他们全走了 那段时间的话 至少我个人觉得 很多人都要离开 要么就自己回自己家住 要么就是要离开上海 所以说我估计整个五月份 会非常非常的难 封控之后 我发现所有的老板们 他们都面临着两大方面的困难 不管他们是做实体的 还是做电商的 他们都要面临着要交房租 要付员工的工资 能够租到国有房产 是否要面临着过期 这样的一个问题 除了我采访酒店老板的 这个特殊的个例外 那其余的老板们 基本上在封控期间是零收入 哦 对了 其中还有一个老板 做了一次小区团购的咖啡豆 好像还亏了两包豆子钱 那所以说 在这种只有支出 没有收入的这种极端的情况下 如果要是现金流不好的公司 可能连一个月都撑不下去 基本上两到三天左右 会做一次培训 积极地研发我们新产品 还有一句是 运工的服务意识的培训 包括里面有比如说 急救的一些知识历史 然后一些手法 然后蒸馏 我们一直觉得说 这是我们一个 还是非常好的时候 修炼我们自己内工 他们如果说是 房间里面有收获问题 比如说什么消耗品 什么纸巾牙梢 或者是要换床品 这种我们会直接 也来送过去 但是打扫的话没办法 4月1号到5号的时候 我们租给他们的价格 是按照我们正常 平时售卖的价格 就平台上面售卖的价格 然后后面的话 因为它是临时通知 要一直往后封 封在里面这个房费 该怎么去处理 大部分的话都是相对于 就是其实都是亏本 租给他们的 都没有赚钱 就是每隔几天 总有那么一个客人 他就不愿意再付钱了 我们是二房东 我们是租别人的 房东他也没有去 给我们减免 然后大概还有40多个房间的话 可能还有那么10个房间 是收不上来钱的 不愿意交 然后马上在一个地方建立了一个新的云仓 然后去订很多货 到新的云仓去 然后开始 如果去发货 我们电商公司如果不能发货 那我们基本上就说没办法活下去了 客户可以在家上班 美工也可以在家上班 运营也可以在家上班 但是没有人去仓库发货这个事情是不可以的 我们自己会组织一些线上的培训 当然我们销售也会想办法从线上去获取一些客户 来维持公司的一个营收 因为每个老板他们所处的行业不同 所以我说心态要好一点 这期间其实能做的就是 关心下员工 就是看一看能不能帮帮他们 他们很多人都自己在外面租房 然后可能有的地方就是他配套设施比较差 就可能住的地方甚至没有煤气什么 然后有的地方可能就很难去买到物资 什么什么这样子 我们都有跟他们做一些这样沟通 或解决办法这样 因为每个老板他们所处的行业不同 背景不同 他们的现金流的情况也不一样 所以说他们能够承受的这种压力的强度也不一样 我也在想那是不是解封了之后 他们就能够立马运转了起来 所以说我也跟每个老板聊了聊 解封之后他们会不会有一些新的挑战 机会酒吧的话其实是属于一个很注重闲下体验 出沟通的这么样一个业台 相比于那些钢区的餐厅来说 我们这种酒吧的这种客选消费 它的一个恢复会比较慢 这个对我们酒吧业台来说是一个比较特别的一个股 得让市场去恢复信心去再去线下消费 对于我们做电商的来说 基本上我们30天没做生意 就意味着我们的链接的销量就变成零了 我们可能会重新面临我们的店铺 从零开始的一个过程 如果是处于上海发货的一个情况的话 你是搜不到它的店铺的 就是淘宝觉得推荐这种店铺给你没有意义 你即使进去了你也不能只能交易 就是这个没有意义 上海那么多家企业 他们也会像我们一样 在结婚以后 大家都会对自己企业来个新的一个定位 我也不确定之后 开出来之后 就是我们厨房的一些食材的东西 我是不是还能进得到 什么这样 供应链这块我完全不知道 因为在风通期间 其实你也知道 就是上海整个这个供应链 已经崩溃掉了就 客户流失走了 然后我们又没有新的学进来 还有就是另外一个是我们的团队问题 所以说解封了之后 他们也并不是立马就能够开空打击 因为每个老板可能都要面临着自己的一个新的挑战 那有的老板呢害怕供应链断掉的 就有可能自己的供应商倒闭了 也有的老板呢可能自己的客户倒闭了 那你要继续去发展新的客户 也有老板呢可能自己的员工在家待时间太久了 重新找回之前的工作状态可能需要很长的一段时间 所以各种各样的一个新的挑战就随之而来 就是对我们来说我们做企业的很难 但是对我们那些小伙伴来说他们也很难 他们远道而来来上海 其实更多的目的是希望学习成长挣钱 我们还是在这个过程中想尽办法说怎么样去存活下去 逆竞争成长然后寻找一条生路嘛 公司的房租公司全部加起来将近30个人 需要花工资公司这段时间也没有进账 但是我觉得不管怎么样我还是要坚持下去 然后我觉得疫情是把双人见 而我们有了危机意识 需要重新找到一种状态 在家里面现在厨艺提高了 我现在担草换草的不错 报复性消费请找我们 就真的怕了就很想分享 一起当中我希望大家不要再看那么多的新闻 这是真的 我能感受到这些创业者们 他们在风控期间 能够用各种各样的一个方式来尝试改变 在意境中寻找出自己的一条出路 这个是让我感到非常惊讶 以及非常佩服的一种创业的态度 一转眼间上海已经沉睡了一个月了 变得安静了 空荡了 在这段时间里生活在这座城市的人们承受了太多 我怀念之前熙熙攘攘的商场和街道 也怀念周末和朋友们骑单车压马路 在这个城市里人们脸上洋溢的微笑 那么迷人 记忆里的上海是那么的自信 而且充满了活力 在这些城市里面后 在这些城市里面有很多地方 是在这些城市里面 但这些城市里面有很多地方 都在这边 是在这些城市里面 有很多地方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